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 我們一起去跟進兩單國際消息 第一單消息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所說 歐盟的27國大使已經在星期三的時候同意了 要就新疆問題 制裁中國的官員 第二單消息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所說 中國打算在中美會談當中 提出一個要求 就是要撤銷在特朗普總統任期裏 對中國所實施的限制政策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講一下路透社那篇報導 他們引述了兩名歐盟外交官的消息指出 說歐盟27國大使已經在昨天同意了 以侵犯人權作為理由 對中國等國家的官員 進行新的制裁 預計 歐盟外長 將會在下星期一 即是22日的時候 正式批准 消息又指出 受制裁的11人名單 將會在正式批准之後就公佈 其中就包括了四名大陸的官員 和一家實體 他們將會被指控 侵犯了新疆榮爾族 穆斯林的人權 那篇報導 就是這麼多 其實 這個消息 早在 幾天前 德國外長馬斯 已經透露過相關的風聲 就說歐盟 將會對中國的官員實施制裁 現在就有更加具體的消息 就是有四名官員和一家實體 其實在時機上 剛剛撞正了 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屬的政黨 基督民主聯盟 在德國其中兩個州的選舉當中大敗 在這個選舉輸了很久之後 馬斯就已經是放風了 我認為這兩件事之間 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關聯的 你說完全沒有關聯我就不相信 在這兩個州當中 其中一個州就是由綠黨勝出 另一個州就是由社會民主黨勝出 而碰巧地這兩個政黨 其實他的對華態度 都是比起馬克爾為之強硬的 綠黨主席貝爾伯格在去年就曾經這樣說過 他說 歐盟應該對於跟中國之間的投資協議談判 設置條件 如果中國的領導人侵犯人權和國際法 拒絕為歐洲的企業提供法治安全 歐盟委員會就必須做好準備 為了維護中國民眾和歐盟企業的利益 而各自協議談判 另外他還說到 說在人權議題上 歐盟必須要運用自己的經濟力量作為槓桿 換言之這位綠黨主席 其實就是想把 這個人權議題和經貿議題掛鉤 昨天 Havington Post 英國那份叫做黑芬頓郵報 爆了英國外相南韜文那段所謂絕密錄音 南韜文正正就是想把人權議題和經貿議題分開處理 但是這個綠黨主席 他就想把兩件事拆在一起 在這個時候當然會對大陸非常不利 而且這個綠黨主席 也多次向默克爾施壓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原來德國的民眾 是要選擇綠黨就多於選擇基盟盟 好了在另一個州就由社會民主黨贏出 社會民主黨也是說話 早在2019年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提出了 說要排除華為在德國參見5G網絡 換言之這兩個政黨 其實那個對話態度都比起 這個默克爾所屬的政黨為之強硬 因為默克爾他就很強調經貿利益 他就很強調 汽車的出口貿易 問題就是這兩個政黨似乎就不太看 他們的對話態度就扣得不得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德國的民眾就選擇了這兩個政黨 當然也是為著 默克爾所屬的政黨敲響了警號 原來默克爾一直所強調的經貿利益 擺到選舉的時候 選民是不買他的 反而投了他的死對頭 在這兩個州的選舉結果出爐之後 後來 馬斯就放風 說歐盟為著 制裁中國官員 開了綠燈 你說這兩件事的背後有沒有關聯 我認為就是有的 正正就是因為 他們所屬的政黨在地方選舉失利 所以就放歐盟對話強硬一點 以便將來 在這個大選當中挽回聲勢 如果他們不是選輸了 我相信歐盟就不會那麼快 有些什麼措施出來 如果你說兩件事背後完全沒有關聯 是事有湊巧 我就不多相信 好了 接著我們就看看 到底大陸方面對歐盟的消息有什麼回應 中國駐歐盟市團團長張明說 中國注意到有報導指 歐盟準備就住新疆人權問題制裁中國官員 對此表示嚴重關切 他還說 如果有人執意要搞對抗 中國基於責任所在 別無選擇 只有奉陪 我們又去看看 到底中國手上還有什麼牌可以出呢 當他對著歐洲的時候 其實剛才叫做 中歐投資協定的談判完成了 歐盟的議會就開始 草擬相關的法例 其實還沒有執行 但是談判就完了 現在大陸就說要 只有奉陪 到底他可以怎樣來奉陪呢 比如說歐盟如果真的要制裁中國官員的時候 中國是不是會採取對等的反制措施 又將部分的歐盟官員去制裁他 如果中國真的這樣做的時候 分分鐘就會令到中歐關係越搞越和 其實在處理中歐關係上 有幾樣東西需要考慮到 第一 到底哪一個依賴對方多一些 哪一個需要對方多一些 是中國需要歐盟多一些 還是歐盟需要中國多一些 哪一個需要對方的市場多一些 第二樣東西就是 如果中國真的去採取什麼反制措施的時候 分分鐘就會將歐盟推到美國那邊 在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期 歐盟對華態度其實都是相當友善的 而且還說到 他們在中美兩國之間不會靠哪一站 他們是一個第三勢力 但是現在中國又想拉攏歐盟 美國又想拉攏歐盟 如果中國在這件事上的反應是過激的時候 只會推了歐盟過對家 對於大陸也沒有好處 所以我就很懷疑一件事 到底中國所說的只有奉陪 有什麼牌可以出呢 其實現在中歐投資協定 還未確實執行 還在歐洲議會草議法例的階段 所以大陸可以做到什麼呢 我就真的有個疑問了 另外我們就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就是關於華爾街日報 引述一些知情人士說 大陸方面計劃 趁著這次的中美會談 要求美方撤銷特朗普總統任內 對華所採取的很多限制政策 我認為這個消息的可靠性不是那麼高 為什麼呢 我相信大陸肯定很想撤銷特朗普總統任內的對華限制政策 這是必然的 問題就是 到底中國會不會在破兵會談當中 馬上提出那麼多要求呢 我覺得很有保留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 在這個中美會談前夕 接受了大陸媒體的訪問 他提到有關中美會談的一些期望 第一他就說 包括香港台灣 和新疆等的議題 涉及到主權和領土完整 國家統一等的核心利益 沒有任何妥協 或者退讓的餘地 第二他就說這次去到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會談 並不是為了妥協和讓步 對於這個會談就沒有過高的期待和幻想 只是希望雙方帶著理解離開 其實他就已經說得很清晰 這次的會談中美雙方都不會期望達成得到什麼共識或者協議 也可能在會後不會發表什麼聯合聲明 其實這次中美會談的象徵意義是高於一切的 無非目的就是為了重啟中美對話 因為中美對話已經停止了一年多的時間 大陸就很想重啟對話 有得談就好過沒得談 但是大家都看到 其實美國方面就是冷待中國 首先在安排的地點上 就去到阿拉斯加 比起上次在夏威夷舉行的逢洋會的格調更加低 上次夏威夷就熱烈烈了 大家記得那些相片都放了出來的 整班人就坐在一個 涼棒的下面那處 風扇都沒有一把 更加沒有空調、沒有冷氣、什麼都沒有 這次還差勁去到阿拉斯加 擺明就是不重視你了 第二件事就是 這次美國方面就說明了 是布林肯 在出席完美日2加2和美韓2加2會談之後 他回國的一程 就取得阿拉斯加 順道 去跟中國代表見面 擺明就是 不當你是什麼一回事 但是 中國方面也很清楚這件事 所以崔天海也說不會有過高的期待和幻想 所以為什麼我會認為華爾街日報那篇報導引述的消息 不是那麼可信的 大陸當然很想撤銷特朗普總統那些對話限制措施 但是他會不會 第一次去會談的時候就馬上提出那麼多的東西呢 還是說他會按下不表 創造這個有利條件來延續下一次的對話 在往後的對話當中才提出這些要求 會比較合理一些呢 當然大陸做很多事情都不合理的 但是 他會不會就是在第一次的會談就已經講那麼多東西呢 當他明知道提出這些要求 美國方面 答應的機會都是很低的時候 他故意這樣去講 其實 能不能夠創造得到一些有利條件 延續的對話呢 所以我對於華爾街日報這篇報導 有懷疑有保留就是這個原因 這篇報導還提到 中國是要求美國去解除對於中國公司的功課限制呀 對於 共產黨員 大陸的留學生 國營的媒體記者的簽證限制呀 以及 針對中國駐猴斯頓總領事館的關閉令等等 如果美國肯答應要求的話呢 中國也會撤銷相關的反制措施 我相信大陸就很想做到這些事情的 但是會不會 在破冰的會談就已經提出這些要求呢 我就有保留了 尤其是就是 在這個中美會談之前 大陸才吃了一記悶棍 布林肯 才宣佈了 將24名的 中港官員列入香港自治法的制裁名單當中 當然的人數上就是 沒有改變的 跟之前美國財政部的制裁名單是一樣的 那24人是重複被制裁的 但是來說就已經 說明了在這個中美會談當中 不會有什麼實質的成果 既然大家都知道 這次純粹是一場 見面的時候 還會提出這些要求嗎 我覺得就未必會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